裸體居家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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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沒見過市面的人真的是 什麼 這是真的全裸嗎 對這是真的全裸 女生 不要這麼大金小怪的好不好 太神奇了 他為什麼要裸體居親戚 是因為這個畫作很貴 還是在博物館裡面 這也是裸體 因為男生裸體怪怪的 穿內褲比較新 為什麼裸體不會怪怪的 男生穿的三角褲或許會比較性感 你覺得全光比較性感還是穿一條比較性感 我覺得全光比較性感 重口味 言歸正傳 裸體的 可是這個我在國外有聽過 在台灣我還沒聽過 我是在比較小型的電影裡面看過 但是國外是真的有這種行業 而且他們說有一些規定 就是說他們實際第一個 像他講的一樣非常高 他們有一些禁忌是不行 雖然這個行業是合法 但是你去以後 第一個你不能做拍攝或拍照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合理 然後第二個的話 看 他剛剛講對了 我現在講到曝光率有差 看你是曝光上半身或下半身 或是曝光臉或是全部 那個價錢又不一樣 你們有什麼不一樣的性格 有分什麼樣的一個level 我們有分就是你可以指定他穿著服裝 像什麼女服裝啊學生服啊 答對了 水手服啊 或是裸上半身 或是全裸 那像剛剛照片裡面那個 幾乎全裸屁股都在外面這個女生 這樣的指定打掃大概要多少 一個小時要三千五 他真的用心在打掃嗎 對 對因為國外說如果你有 對他有非分場或是有私底接觸 他是可以有權 這樣離開並且報警處理的 是是是 屋主要在現場嗎 要要 要不然你幹嘛請人家裸屁 打掃啊 沒人在你家 幹什麼啦 起身更加堅怪怪的 沒人在家你幹嘛裸屁 我講很緊張你的偶像光 偶像包袱已經沒有了 你知道嗎 你今天這個節目真的 你在他不在家幹嘛 從業人員 他們會有身體上的安危嗎 對 有什麼困擾 危險之類的 就是可能你剛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尷尬 因為要一直被看 不用講去做 我現在聽我都覺得很尷尬 我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然後有人偷光光在我前面走來走去 我也覺得很怪吧 你應該不會 因為我本身就是邏輯在看電視 那如果部主可以邏輯嗎 因為他是私人住宅 所以基本上他的穿著 我們是沒有規定的 可是他不能做出一些猥褻的動作 像是對著他做一些不文雅的動作 不能對著對方做不文雅的動作 那如果背過去咧 就是有類似的跡象都不行 一次是像一般清潔是以兩小時這樣寄的嗎 一小時寄費 最低是2000元 對最低是2000元 然後其他就是往上累計 對 好 今天了解他了 收費不貴耶 對 犧牲這麼多收費不算貴 是啊 而且還冒著感冒的危險 還被你看